新闻发布会上,莫里森表示,澳大利亚将继续维持坚定的立场,支持各项倡议、行动和声明。澳方经常在与各伙伴的对话中提及上述问题,这是受到澳大利亚广泛关注的问题。 当天,在以视频形式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,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雷特诺·马尔苏迪指出,东海的和平与稳定是所有国家的希望。 他强调了所有国家为维护东海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的重要性,并呼吁有关各方应保持克制,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地区局势升级的行动。 7月16日,马来西亚外交部长西山穆丁强调,该国的一贯立场是有关各方应加强合作,旨在确保东海的和平、安全和稳定。 马来西亚将继续在确保东海是和平与贸易的海域起着积极作用,有关东海的问题需要本着国际法,其中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原则上,以和平方式解决。 同一天,印度外交部发言人斯里瓦斯塔瓦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,新德里支持国际航道的航行自由和合法贸易,相信任何分歧都需要通过外交和法律程序解决,而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。 谢谢大家! 感谢观看